好到这边来看一下MFB对阵GYT的第四局下半场地图军工厂 搬掉了这边的三首常规监管者 那这边是放出机械师 搬掉了国家队加空军 然后放出机械师 意思就是你选机械我就拿速散 你不选机械嘛 我这边对吧 红蝶杰克蜘蛛这种招呼上对吧 然后来保个屏 想的还是比较 舒服的 因为这样的话相当于多一个班位 手上面有一手速散确实可以多一个班位 那么机械师这边放了娃以后直接走 可可这边的走位很小心 在这个板子这边卡着 但是被找到了 这上来找到了一个机械师 先冲一刀 机械师拉开跟你绕 机械师这里的话更好的机会 更好的一个选择就是找机会 能不能转到大方去 因为如果说倒在这个位置的话 特别容易干扰到电机 封窗 然后加挽留配合拘禁狂的一个天赋 这边一个翻窗加速 往哪里转 往中场转 中场这边走过去 直接奔大方了 直接奔大方 还是奔大方 海洛娜这边带的好像是个闪现 他的要求也不高 因为这局对于GYT来说 海洛娜只要能保个屏 基本上后续就稳了 后续就稳了 就MFB要赢的话只存在于理论上面了 因为毕竟要打个10比0才能翻马 这边追过来 有没有蓄力刀了 哎一刀过板刀砸座 漂亮 可可这里的GYT 签车的时间很久啊 就还是这句话 就军工场的速散呢是真的不好打 哪怕是那些顶级的绝活速散啊 不过海洛娜最近的速散打出来的一个效果看上去 其实是不输给那些绝活速散的 所以说这局我觉得他要保平打到这个层面 还是有点累的 GYT操纵娃娃的大方 哎出来 我这里是等着这边的娃娃出来 他知道这个娃在这个位置 打一刀 然后再丢伞来找GYT 那GYT这个娃可能只能留在扛刀了 一个伞丢过来翻进去 板子踩掉有摇铃 这个摇铃可能能打到 一个摇铃 OK放娃 一刀倒地 这一手我倒是觉得 当时应该是我在看的时候可能遗漏了 机械师可能是有操作的把这个娃娃放进了这个柜子 然后海洛娜的速散应该是听到了 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 当然这种选择还是非常优秀的 选择非常优秀的 开了技能 开了技能以后他的一个追击能力就比较强了 外面的话三台机点掉还差两台 球手这把真三跑的话 别不是说没有可能 不是说没有可能的 是有机会的 因为外面的电机其实修的还是很快的 外面一个强尸再加一个那个杂技 这里只要能够救下来 这波只能救下来就有机会三跑 卡血线别过半啊 哎呦 这一刀还打了椅子 那有机会了 有机会了 这把海洛娜而且是闪现闪到底的 还是没有传送的 一刀打好 这里杂技修完电机 然后来救人 强尸这边开完电机以后是可以选择去 强尸压机 然后那个守木贴门可能会更好一点啊 这个选择应该是比较好的了 杂技救人的话 他手上面的道具还可以用下 因为杂技贴门相对来说会慢一点嘛 他开门会慢 这里还是安排守木人来救 还是安排守木人来救 我觉得安排守木人来救 就是怎么说呢 这里不过这一轮的防守是没打好 这轮防守没打好 他是应该没有想到守木人在这个位置 但守木人来救呢 球人者这边可能有一定的风险会被保住一个平局的 因为这个这个速散是有机会能够挂飞以后再留的 一刀打杂技贴 杂技开门又慢对吧 吸魂拉进去 前面有个板子 这边闪现可以直接一刀打 这边闪现可以打 看这边 看你走位 丢伞封一封 这个丢伞是不能用的 这个丢伞用了的话 他会那个闪现一刀漂亮 杂技开门 开了一半了 开了一半了 这里要丢伞来管门 对要一掉管门 一掉管门 一掉管门 丢伞过去守木人 哎呦我们开了 摇个链一刀打打出去 这里要把这个手 摇个链把这个守木人给打了 还不一定好说 这个先得把人挂上 然后再来打机械师 有机会交自摸 目前来看不好说 海洛娜这边的一个选择 算这边的一个选择其实是很好的 已经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但是目前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守木人处理不了 然后丢伞的话 他还能再拦一波 就是可以有机会拦住机械师 但机械师又有一个问题 机械师这边是有个娃的 好像是能走了一个翻板加速 还翻板加速 最后防守是没能够打好 只能说这个防守是没防住 然后让这边两轮救的都比较舒服 好 这边一个吸魂 那双方在前面四局是打到了一个2比2的平 这样的话呢 对于MFB来说 虽然说在最后一局有一定的劣势 但是至少是这个迎面有了 对吧 本来你如果自己去打平 这个迎面真是太小太小了 现在的话呢 至少有自身的一个希望了